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这座供奉了水神的神社 正因为这里的水占卜十分有趣 也十分灵验 所以此地也是许多来日本旅游的朋友 必到之处 今天我就借着游览此地的机会来聊一聊这座神社和这里供奉的神灵 我现在准备坐比瑞山电车 去京都北面山上的贵船神社 今天下雪了 那边的雪应该会积的比较厚 因为上个礼拜下的雪说实话不够爽 雪也没有积起来 所以不够痛快 这个周末呢 雪据说会下的比较大 我看到那个天气预报 说是会有寒潮来袭啊 所以趁着这个机会赶快去玩玩雪 打打雪仗 到了明天可能就会 雪会更大 但是那个就不太安全了 所以今天出行比较好 我们现在到了贵船口的这个车站这里 我在想是走路上山呢 还是坐车上山 我觉得走路上山有意思一点 那我们就选择步行上山吧 贵船神社坐落于京都市佐晶区的安玛贵船町 这里呢 是京都北面的山区 关于贵船神社的建立呢 并没有详细的历史记载 约1300年前天舞天皇时期 就有过关于神社神殿的改造记录 这呢 也是已知的关于这座神社的最早历史记录 贵船神社的建立宗旨呢 是祈求国泰民安 民间的传说是说在太古丑年丑月丑日 贵船大神从天而降 来到贵船山中的一个名为静岩的地方 便在这附近建立了宫殿 也就是现在的贵船神社 所以呢 神社将丑日呢 作为元日 并在这一天举办庙会 这座贵船神社的祭祀神呢 名为高龄神 一听名字呢 就知道这是一位和谁有关的神 关于这位祭祀神的记录 在日本的史书古世纪和另外一本正史 日本书记中均有过记载 关于这位高龄神的起源和传说呢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神话中 一男一女两位神 其中的男神叫一状诺尊 女神呢 叫一状染命 这两位神啊 是属于天上的神 可以看作是日本神话中的亚当和夏娃 日本国土的诸岛呢 便是由他们来创造的 自从有了土地之后 他们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各种各样的神 其中他们孕育的最后一位神呢 名为是火神 由于火神的烈焰 女神一状染命在生产它的时候 被夺去了生命 男神一状诺尊 见状十分悲痛 他看着火神 愤怒呢 便涌上了心头 他立刻拔出了腰间的石卧剑 斩下了火神的头颅 一瞬间 火神的血液沾满了整把神剑 并从神剑上滴落下来 这些从不同位置滑落的血液滴落在岩石上 便生成了更多的不同种类的神 其中呢 从剑柄滑落到 以状诺尊手指尖而滴落的那一滴血 变成了贵川神社现在祭祀的高灵神 这样就是高灵神的起源 其实呢 高灵神是隐藏在火神体中的神 因为对于人类而言 火呢 非常重要 但是使用不当呢 就会遭致火灾 所以为了能克火 因此从火神的身体中诞生了这位水神 贵川神社祭祀的这位神呢 有高灵神和暗灵神两种称呼 在神社的设计中显示 两者呢 就是同一神灵 又呢 称为龙神 因为水乃万物之源 他们呢 就是掌管水源的水源之神 此神不断能呼风唤雨 也能波云见日 也有一种说法呢 说是高灵神是山上的龙神 而暗灵神呢 是山谷中的龙神 历代的朝廷啊 对贵川神社都非常的遵宠 在遭遇旱灾的时候呢 他们会用黑马来祭祀 以祈求降雨 在掌水的季节呢 则会用白马或者是红马来祭祀 以祈求能停雨 在流行病的时期呢 也会在此祈求除恶 以及在国家有重大国事的时候 还会专门派特使前来祈愿 可见啊 这座神社在历史上 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为贵川神社供奉了水源之神 所以啊 这里的水占卜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 您将在此求得的水牵放入神社的神水之中 大约十几秒钟 您的占卜结果就会显示在水牵上 这是一种十分特别又十分有趣的占卜形式 因此啊 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现在日本的神社呢 因为商业的开发 基本上啊 都是万事可求 但是每间神社都还保留了自己专属的特点 例如这座贵川神社在求好运和姻缘上比较灵验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来体验一下 以上这些呢 就是关于贵川神社的一些小知识 老文的视频宗旨呢 就是在欣赏一方美景的同时 也能了解相关的一些知识 希望这些知识呢 可以帮到您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